HELLO 朋友大家好我是编冬 那这一礼拜8月3号韩服的更新 目前在官方章赛美已经呈现了 那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呢当然是有他们这个夏季派对 就Summer Festival这个第2次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里面有什么东西吧 首先第1个是关于这个所谓的新的这个每日试炼 那每日试炼呢他会有一个新的活动的图 我们只要在这个里面呢 去打怪就可以去获得他的一个箱子 那这个箱子呢打开他是有机会 虽然你可以去选择三色硬币啊 然后或者是有机会去拿到这个纯白万能药箱 那另外当然原本的奖励呢他还是会有第1个是经验值 第2个是这个硬币的选择箱 那另外还有一个任务呢就是你只要在这个特殊部分里面 干掉500只怪物就可以拿到三色硬币各一个 这个是三色硬币箱 就各一个这样子 那必须要60几以上才可以去完成 好在下一个任务呢 就是之前有出过的就是龙之 杀肉 那这个活动 他会在奇言村庄里面有个NPC 你就用金币去跟他买 那拿到这个杀肉箱子之后呢打开一定会拿到杀肉 那几率会开到这个 纯白万能药箱 当然这个是几率的 那这个东西呢使用之后啊 你拿到之后他就开始使用了 那 只要你进去这个特殊副本里面 他的经验值呢都会额外再加100% 这个持续时间呢会有3个小时 好在下一个部分呢就是关于计片 这次这个叫Thunder就是雷电的意思 那这个东西呢他一样是透过这个金币去贩售 8月3号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用这个金币去买这张这个计票 大家看一下蓝色的 那里面的奖励呢目前我们都还不知道 那这个应该是所有伺服器都可以去使用的 好接下来呢是关于这个研磨伺服器啦 研磨伺服器他们会贩售这个所谓的技能书的选择箱 但是这个呢他是属于这个英雄级的技能 从8月3号卖到8月17号一般服务是没有卖的 好在下一个部分呢一样也是这个研磨伺服器的 因为他们上个礼拜前几个礼拜有这个工程嘛 那为了庆祝工程呢他们会在这个奇岩村庄里面 出现这个雕像 那你点选之后呢就会拿到经验值加3% 英台色祝福减少加5% 以及PVE伤害减少1 那持续时间呢会有3个小时 那接下来呢这个应该就是跟工程有关啦 反正呢总而言之呢如果你是胜利的这个血盟吧 那你就可以拿到这个东西来获得一个特殊的一个称号 那这个称号呢有晕眩抗性加3% 支撑抗性加3%这个效果 好那这下一个部分呢这个的话是属于韩服他们特有的一个社区活动 简单来讲他就是让我们在这个游戏的这个论坛里面 你去讨论一些东西然后他好像有获得一些奖励的时候符合条件的他就会获得一个 这种召唤的这个奖励 那这个的话简单来讲应该是让你去打啦 那下面会有一些奖励这个 这个的话我们就不再特别去细讲 好再来呢做了一个小小的变更 就是我们在 打聊天室的时候 以前我们必须要去选择对不对 选择要打什么频道 现在不用了 他现在呢你只要前面加斜线然后一个对应的数字 他就会自动帮你切换成 譬如说他现在这个是打血盟的 这个频道 他就变成绿色 那这个是韩文啦 到时候如果是 台湾的话应该也会有对应的 所以从这边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他是用一个英文来做一个替代 那这边的话他也有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斜线U就代表联盟 斜线TL就代表这个 全世界就是你的这个世界伺服器 那W的话呢就是密语等等之类的 这个都可以看 那第二个就是说了当我们点选这个图示之后 以前我们都还要点选这边 好点进来之后才可以开始打字 那以后变成是 你点完之后了 他的游标就自动在这个里面了 那这个算是一个小小的改变啦 那天涵M第五年才做这个更新 也算是比较慢一点 那礼包的部分呢跟之前卖的其实也都差不多 这个抽卡 然后凭证 那个名誉币箱 这个是三个 然后还有 10到100罐的这个存卖能量两箱 这样子 那下面的话呢其实就类似的东西 不过只是分成是不同的 这个种类伺服器而已 那这个凭证呢 简单来讲 他也是可以让你去制作东西 不是塞这个永久收藏的 两个的话呢就做一个纯百万能要箱 那四个的话呢你就做最高级的抽卡选择箱 大概是这样子 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韩服这个礼拜的更新 那这影片分享到这边呢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觉得不错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跟分享 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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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